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菲律賓 菲律賓在星期一的時候就說 中國的海警船在南海多次向菲律賓的補級船 射高壓水炮 射到它的補級船有些東西受損 菲律賓說中國嚴重升級局勢 中國外交部有回應 菲律賓在海上侵權挑釁 先講一下毛玲怎麼說 毛玲在星期一的外交部新聞發佈會說 菲律賓的船隻未經中方准許 擅自闖入人外交附近海域 企圖向人外交非法坐攤的軍艦 運送建築物資 並以危險方式衝撞現場的中國海警船 毛玲還說菲律賓在人外交海域侵權 挑釁製造時段 持續發佈虛假訊息 人外交其實這個地方很麻煩 為什麼呢? 這個人外交就在 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裏面 根據菲律賓的說法 菲律賓做了什麼動作呢? 1999年就把一隻舊的登陸艦放在... 其實是爛船來的 他把那隻爛船叫做... 馬德雷山號 放在人外交那裡 那麼... 這隻爛船呢 就是菲律賓在那裡做一個主權申索的象徵 馬德雷山號長期有菲律賓的軍事人員坐在那裡 定期會有船去補給物資 這個人外島 人外礁那裡就是中國的地方 當然中國和菲律賓有南海糾紛 之前海牙國際法庭裁定了 這個是海牙國際法庭2016年裁定的 中國就說不承認 一早就說過了 那麼他裁定了什麼呢? 就是九段線沒有法律依據 那麼中國就說不承認這個判決 這個就是那個... 背景 那麼... 美國現在會出手的 五角大樓呢 昨天晚上就說了 就說會對菲律賓的防禦會繼續支持 那麼美國他們就說 中國干涉菲律賓的海上行動 這是美國出聲的 那麼... 就是破壞區域穩定 那麼... 美國的五角大樓就說 北京要停止在這個戰略海域的危險和破壞 就是... 穩定的行為 這樣... 那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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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國家是自願跟美國簽這條約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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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回事實而已 他說中國有不安全的操作行為 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安全的操作行為 他們五角大樓就說呼籲要實施地區的穩定 他就在推特那裡 這是今早凌晨時份 我做神網第一線的時候看到的 他們的國防部 就出了一個推特 就是X那裡出了一個貼 就說有時候你只是想和你的朋友一起飛 那麼他就拍了美軍的F-15戰機 以及菲律賓的FA-50 一起在太平洋那裡飛的照片 那你說那些照片是不是很有力的宣傳 我真的不敢說 他的照片在哪裡拍的呢? 他就在一架運輸機 他就開了運輸機的尾 然後就在運輸機那裡拍出去 所以也挺壯觀的 那... 那你說那是不是 美國是無敵 那我一定要說 美國當然不是無敵 不過他現在意圖 這樣出一些照片 我的看法就是震懾一下 意圖是震懾中國 但是我覺得就好像一個 變態人穿乾濕褲 他一 打開一件乾濕褲 現在什麼都沒有穿的那種情況 現在是 現在是很麻煩的 因為菲律賓明顯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碰瓷 還有他後面是有大佬的 在上個星期的星期六 就是上個星期六和日 也是有海上衝突的 那麼... 菲律賓 他有一個指控 我覺得很奇怪 就說 中國海警的高壓水炮 以及海上民兵船 我不知道什麼叫海上民兵船 海上民兵船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 是屈中國的 那麼... 還有就是... 說那個高壓水炮 可以令到一隻補級船的引擎 嚴重損壞 這是匪夷所思的 這是匪夷所思的 真是匪夷所思 還有就是... 說中國的船 故意撞擊另一隻補級船 那麼菲律賓有高壓水炮 以及撞船的圖像和視頻 那麼... 現在菲律賓就說會召見 還會考慮驅逐中國大使 那麼... 有條視頻呢 我這次沒有刷出來 沒有下載下來分享 我知道上次我講這件事的時候有的 但其實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在拍攝那裡拍攝的話 你永遠都是... 對方是撞過來的 但是... 事實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海景船大太多了 就是海景船要轉向去撞... 一隻大船要轉向撞到... 因為菲律賓的船那裡很困難 我的看法就是... 很難搞的 收平衣就是... 有沒有片? 有片 其實有視頻有圖像 不過... 菲律賓那些我這次沒有做出來的 那麼... 荷里翁就是海上不是海軍嗎? 怎麼會有民兵? 其實他們... 經常都說... 中國的漁船是海上民兵船來的 那麼... 這個我覺得是屈的 當然... 國內有些人就說 不是的 真的有民兵 我就不相信這些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我不相信的 喏...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就說國內報了三十幾艘中國漁船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 他們就是專程說的 專程說你的漁船上面是民兵來的 我一定要講清楚 所以我為什麼一定要就民兵船那裡說呢? 就是... 也不可能有什麼民兵船 道義就說 中水炮真的比中飛彈還要嚴重 如果... 發動機會嚴重損壞的話 那些水炮也很厲害 但是... 我的理解就是 那些水炮是不會那麼厲害的 其實是 沒有什麼可能會射壞一個引擎的 這個說法是... 我覺得這些是亂說的 不過... 他... 就是這樣說的 菲律賓就是... 哈哈... 哈哈... 菲律賓就是厲害的 這件事就是... 你說... 不是啊... 邦邦Marcos不是很親華嗎? 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國 就是... 菲律賓他們... 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他們就是很狡惑的 就是... 一定是很狡惑的 他們一定是... 不會完全傾向任何一邊的 那麼... 他們不會完全傾向任何一邊的 亦都不想... 那些事情就罵得太大 他們... 就是... 做這些事情... 就是... 都是有國內的壓力的 他們... 因為菲律賓做了什麼呢? 就是... 組織了幾百隻民間的船 這是他們... 遲些會做的 我相信 但是... 我還沒看到一些視頻 之前在巴拉旺島那裡 就有人說 他們會組織一些船 開到人外礁那裡 是民間的船 那麼... 這個就很麻煩了 我也要說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得到 就是... 你要想想 補釣的時候是怎樣的 補釣的時候 也是民間的船走過去的 如果你回憶一下 以前補釣在香港是怎樣的 就是民間的船 就走過去補釣 但是... 當然因為釣魚台比較遠 他就不可能 組織幾百架船去補釣 這是很難的 但是... 人外礁那裡 其實離開巴拉旺島 是很接近的 所以... 菲律賓要弄幾百架的民船 走過去 小隻的小艇 走過去 這個人外礁那裡 不是難事來的 在他們的情況來講 他們現在已經... 有人在搞...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當地媒體有報導 在巴拉旺島那裡 他們有人在組織做這件事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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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平民的船 走過去補釣的話 那... 你就很難... 去... 去... 用這個... 海警船去應對 那... 所以呢... 現在... 菲律賓那裡 就會說 你那些... 漁船... 因為... 那些漁船 為什麼會跟... 菲律賓那些民船 會有衝突呢 因為大家都... 有捕魚 這些有... 就是... 那些邊境線有衝突 這些根本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麼... 現在菲律賓那裡的話術 就是說那些漁船就是... 民兵船 但是國內有一些... 論述就是... 根據... 菲律賓這個論述去講的 我看到一些自媒體就說 那些漁船呢... 其實上面真的是民兵來的 什麼... 這些呢... 是很危險的 那些自媒體我也講過 他們是不理會的 他們總之呢... 有view 有like 就會講的 他們不會理會的真相是怎樣的 就是說那些民兵船 是漁船 或者漁船是民兵船 這些都是舊說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那麼... 那麼... 道義就說 菲律賓多數是假民船 真軍船 不知道啊 他在巴拉王島 他們就... 現在說會弄二百多架 那些民間的船去示威 那麼你弄二百多架就很麻煩了 不過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事情你不要理會他 不要理會他反而更好 就任由他走過去人外交那裡 然後就發... 就這樣整個廣播說 已經進入了中國水域 那就算了 你一動手就很吃虧 因為... 因為你如果讓他拍到一件事 就是... 你的海警船 向他們的民船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民間的船隻 射高壓水炮 那麼中國之後就很麻煩了 這個就是現實了 他們碰瓷 這些是沒辦法的 就是... 這些就是... 你咬他的頭又硬 咬他的屁股又臭 這些情況是... 有時候是沒辦法處理的 我的看法是... 好了,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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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